连续两年举办的花莲副理稻草艺术季 吸引许多游客筑竹拍照 仍然成为当地的重要活动 今年除了延续往年的大猩猩主题 农友更挑战自我 用稻草、竹子以及漂流木 将诸罗纪公园里各种恐龙带到活动现场 这些作品全都是社区农夫以及学生的创作 大家都被说成是被重道耽误的艺术家 各个作品惊为天人 游恐龙连两年举办的花莲副理稻草艺术季 吸引许多游客筑竹拍照 俨然已经成为当地重要活动 今年除了延续往年大猩猩主题 农友更挑战自我 用稻草、竹子与漂流木等 将诸罗纪公园里的各种恐龙带到活动现场 这些作品完全都是社区的农夫们 以及学校学生创作出来 大家都说被种田耽误的艺术家 各个作品惊为天人 是啊 好喜欢啊 虽然去年冠军 可是今年一样还拼冠军 就是蝶龙很漂亮 希望大家会喜欢 会啊会啊 只有我认识的 我手机我都会po上网 还要拜托他们 帮我们多多投票 让冲到最好的成绩 谢谢大家支持 富里乡有花莲大米仓之称 富里乡农会从两年前起 邀请当地农民利用竹子 稻田收割后的稻草以及各类环保素材 制作许多可爱动物造型的装置艺术 放置罗山农特产品展售中心旁 吸引许多游客目光 进而成为当地的新亮点 农民为什么那么厉害 他们是不是有3D放样 或是怎么样 我说没有呢 我看到的都是他们 请他们的那个孩子 或是孙娜有没有 就是列印 然后列印的那个恐龙啊 还有动物的涂出来之外呢 他们就可以创造出 非常非常特别的 这些我们的稻草的作品 今年大家的作品又更加细致成熟 给予主题之后 每个人都能够即兴发挥想象力 创造出脑海里的恐龙各具特色 记者高商双不理想采访报道